几年前,美国科学家在一段视频中,重现了史前太太巨猫的真面目,太太巨猫可长达13到15米,重达1100千克以上。 世纪恐龙灭绝之后,占据统治地位的体型最大的食肉动物,也是世上最巨大的蟒蛇。 世上最巨大的蟒蛇,在哥伦比亚北部远离加勒比海岸的这大丛林里,坐落着世界上最大的矿场, 赛雷虹煤矿,它的占地面积比华盛顿市还要大,雇用了十万名工人,每年生产三千多万吨煤油。 赛雷虹烹桥也是世界上化石埋藏最丰富,发掘出重要化石最多的化石成绩层, 如化照一般为科学家重现了当恐龙灭绝,新的环境形成实地球的面貌。 正如一位普生物学家所说,赛雷虹是最好的,也可能是唯一的能总观地球完整古代热带生态系统的窗口。 这里曾经存在着植物、动物和其他一切,在热带其他地方,找不到和它相同的区域。 在五千八百万米以前,赛雷虹是一片比现在更炎热,更潮湿的广阔的沼泽丛林,平均气温每百分之二十九到三十二,有时甚至更高。 树上长着比现在更大的树叶,表明那时的降水更为丰沛,每年超过三百八十厘米。 而现在亚马尊地区的降水,大约是每年二百厘米,从北面流下来的河水每年都会发烂,将树林和小山丘烟没有吃得只被腐烂,并一层一层的沉积下来。 今年来月,在沉积层中,便形成了各种植物和动物的化石,已发现的赛雷虹化石包括,体型巨大的龟,外壶足有颈盖的两倍大,身长达到三到四米的鳄鱼,甚至还有身长超过两米的肺鱼,其体型是如今生活在亚马尊和流域的,它们的近亲的二到三倍。 然而,这片铜林真正的霸主,是一种惊人的生物,身长超过十三米,体重超过一千一百千克的一种史前巨蟒,这种巨蟒的外形和现代陆生蟒蛇差不多,但生活习性却和现代水生蟒蛇相似,它们居住在沼泽里,是可怕的捕食者,捕食任何进入它们实现的猎物,它们身上最粗壮的部分和成年男子的腰差不多粗细, 这是有史以来最巨大的蟒蛇,如果说这种巨大蟒蛇的个头,还不足以震慑最有经验的化石猎人,那么,它们曾经真实存在这个事实,对科学家来说则意义重大,因为它可以帮助科学家更清楚地认识地球生命的国王,甚至还可能帮助他们预测地球生命的未来。 狩猎化石的人们,环顾赛雷虹巨大的矿场,它在远古时,曾经树木葱龙的证据随处可见,雷开它愿走一层煤,下面的泥板颜便会暴露出来,而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化石,有的像来自异域的植物的枝叶,有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远古动物。 对塞雷虹远古生物的研究,始于18年前,当时哥伦比亚地质学家亨利加西亚在塞雷虹矿场,偶然发现了一块不同寻常的化石,他将它标注为石化树质,并抱进煤化公司的展示规律,之后他便抱进了这件事情。 9年后,哥伦比亚工业大学学生被别埃雷拉到塞雷虹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他在煤田和化厂中行走时,随手捡起一块砂盐,发现在砂盐的背面有树叶化石清晰的硬核,他又捡起一块砂盐,发现上面也有化石,几乎每块上都有。 奈雷拉将他的发现,告诉了当时在国家石油公司工作的贾拉米洛,后者早就猜测了塞雷虹可能有比没更能引人入生的东西。 早在2003年,奈雷拉雷和贾拉米洛组织了一个科考队,对塞雷虹开始了全面考察。 根据古生物学家的经验,大多数动物和植物的化石要么发现于温带地,要么发现于拥有独立生态位的热带地区,例如沙漠和高海拔地区,当大风将岩石上层的沙土侵蚀后,岩石中包含的远古痕迹就会显露出来。 而在靠近赤道的地区,化石被深埋在厚厚的泥土和植被下,是很难被发现的。 在那塞雷虹,人们为了采采梅矿,拨出了地表的植被,将含有丰富化石的泥板岩岩层暴露了出来。 科考队在塞雷虹待了四个月,从矿井中收集到了2000多块植物化石标本,其中包括可可树、椰树、香蕉树和豆类。 虽然不如今天的种类丰富,却都是今天生长在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植物们的祖先。 不久,古生物学家,美国水密森尼博物馆的植物化石馆馆长斯科特,也应邀来到了塞雷虹。 他要求到梅矿公司的小陈列士去看看,由于没有找到钥匙,他只是隔着展柜的玻璃拍了一些照片。 回美国后,他将这些照片用电子邮件包给了佛罗里达大学的布洛克,其中包括那块被亨利加西亚在九年前发现并标注为石化树枝的化石的照片。 经布洛克辨认,这不是一块树枝化石,而是一块陆地动物的阿恶骨化石,来自一种现在已经灭绝的类的鱼。 布洛克为此兴奋不已,因为此前还没有人在南美洲热带地区发现过那个时期的陆生脊椎动物。 这块化石发出了一个信息,在这个地区很可能还会发现其他陆生脊椎动物化石。 布洛克和瑟科特立即动身前往塞雷虹,他们在那里和埃雷拉等人会合,他们来到煤矿公司,从小陈列士里取出那块恶骨化石。 接着,他们又去了当初发现它的矿点,他们在那里看到,没曾已被看采运走,剩下的是暴露在热带阳光下的广阔的泥板沿层,一块块龟壳覆盖在沿层上,已经被炙热的阳光晒得翻白,科学家们收集到不少化石,然后返回佛罗里达。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美国和哥伦比亚的学生们,一直在对塞雷虹地质层的化石进行发掘,并不断将照片通过电邮发给布洛克,一条名叫拉伯特的矿工,覆盖了塞雷虹尾部24平方千米的范围,被认为是最有希望取得新发现的地方。 这里必是显露,地表覆盖着被留下下游湖泊的净油和地下水冲刷形成的松软的泥板沿,仅有的植被是在粗糙石子地上反乱生长的灌木。 在古生物学家看来,泥板沿是颇有价值的东西,无论在哪里走动都能发现化石,发现的所有化石只要能随身带走的都装进塑料袋,太大的个体则用熟石膏浇灌塑形,然后运走。 这些化石的个头都很大,准备有直径超过1.5米的龟壳,有类鳄鱼和其他一些动物的骨骼,包括肋骨,颈椎骨,排骨,筋夹骨等。 古生物学家的工作就像探矿一样,它们带着刷子和镊子,独自漫步在荒野上,地上的每块石头都要翻看一遍,直到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把小石块装进塑料袋里,做好标注。 如果是大石块,便有GPS标注地标,第二天再带着石膏和防水布来浇灌塑形。 如果间隔时间长了,GPS标注的地标就会失效,因为下过雨以后,雨水会将很多东西都往下游搬运,你可能再也找不到。 当然,有时,雨水也会带来浩月,让新的化石暴露出地表。 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化石被源源不断地送到佛罗里达大学,在那里得到深入的研究。 许多动物看起来和现在动物相似,只是体型更大一些,有一块龟可有1.7米长,比现在最大的亚马尊和龟还大67%,虽然现在已经没有在厄语,无法与化石进行比对。 但佛罗里达大学的研究生阿里克斯·佩斯廷斯,还是尝试着对其特征进行了描述,长达4.6到6.7米,是不是多面首,能够捕食大型龟,拥有巨大的咽喉,还有就是死亡一咬,可以一口咬穿0.45米厚的龟和边缘。 在阿里克斯看来,这是很大型的动物,这是一条蛇吗? 早在2007年,阿里克斯在一个标注为恶鱼的带雷红化石箱子里,发现了一块巨大的脊椎骨,以它血链有素的眼光看来,那不是恶鱼身上的骨头。 他将这块化石拿给爬行动物专家杰森·佛格看,后者立即做出了判断,这是蛇身上的骨头,在对学校里的爬行动物标本进行深入研究,并对现代蚂蛇的脊椎骨进行解判分析后。 博格指出,这块脊椎骨和现代蚂蛇的脊椎骨十分相似,只是后者偏小一点,于是,科学家开始对反雷红标本群进行排查,并派出新的科考对前往再雷红,以寻找到更多的蛇化石。 最后,科学家从28种动物化石中筛选出了100块蛇的脊椎骨化石,当布洛赫将一整串脊椎骨样品通过视频展示给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院教的杰森海德时,他问道,这是一条蛇吗? 后者在看到化石的当天,便从多伦多飞到盖恩斯维尔,在对这些化石进行研究后,布洛赫和海德初步判断,这些化石来自于两条蛇,海德注意到,这种类似的生物长着体字形的脊椎,其很多特征都不合蚂科动物,蚂科动物包含蚂亚科和燃亚科。 蚂和燃是今天南美洲常见的动物,巨蚂可以长到4.3米长,45千克重,居然可以长到超过6米长,227千克重。 在赛雷红发现的蛇谷化石,玉门亚科更未接近,在赛雷红远古时的环境,与现在水生燃生活的环境更接近,现在水生燃喜好在吞集的河流和沼泽中活动,这种远古巨蚂到底有多大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大的障碍是,科学家没有找到成串有其排列的脊柱,大多数脊椎骨都是单个被发现的,有的两块在一起,运气好的话,能发现三块在一起的。 除非能判断这些零散的脊椎骨,处于脊柱的哪个位置,否则很难判断这种生物的长度。 这可是一件需要反复考证的枯燥的工作,需要将每块小骨头与现代蚂蛇的骨头标本做精细的对比。 海德和印第安那大学的古生物学家戴卫波利花了两年时间,最终构建了这种远古蚂蛇的脊柱模型,并推测其长度为13到15米,平均体重大约为1134千克。 这表明,在赛雷红各种猿虎动物中,巨蚂才是真正的巨兽。 科学家将其命名为太太巨蚂,它们是可怕的捕食者吗? 不过,科学家更关心的,不是太太巨蚂的身长,而是它们的头骨。 头骨化石不仅能提供关于太太巨蚂的很多信息,例如特征、体型和饮食等, 还可以帮助科学家比较太太巨蚂和其他蛇类之间的一同,帮助它们在进化树上找到太太巨蚂的位置。 蛇的头骨是由许多细小的骨头组成的,这些骨头契合的不是很紧密,所以当蛇死了以后,其头骨通常会四散开来,不容易被找到。 当科学家的塞雷虹搜集化石的时候,它们感到要找到太太巨蚂的头骨化石是多么渺茫的事情。 不过,它们居然找到了一块,太太巨蚂的头骨化石给出了一些什么信息呢? 太太巨蚂的额骨最偏显示,这种巨蚂的头的长度可能超过0.6米,一块方形的骨头连接着下额和头盖骨。 且是巨蚂的下额可以一直延伸到大脑之后,这就是说,巨蚂的嘴可以张得非常大,在巨蚂的额骨碎片上有许多小口。 据推测是巨蚂密集的牙齿,比现代蚂蛇的牙齿密集多了,长着如此密集的牙齿,应该很容易咬住长着鳞片的滑溜溜的鱼。 那么,它们是专门捕食鱼类的可怕的捕食者吗? 科学家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在远古时期,泰坦去骂温鱼食物链的顶端,既吃饿鱼和龟,也吃鱼。 甚至,还有人推测,这是一种又大又懒的蛇,专门埋伏在谁底手中待遇,它们为什么能长这么大? 泰坦去骂庞大的体型,令科学家感到吃惊,布洛克说,我们保存这些蛇化石已经多年了,但我没有认出它们是蛇的骨头,因为以前我看见过蛇的脊椎骨,我以为这样的骨头不会是蛇的骨头。 这就好像有人拿着一块老鼠那么大的骨头对我说,这是老鼠的一块骨头,我很难相信这是真的。 泰坦去骂庞大的体型,还引来一个被受关注的问题,它们为什么能长这么大? 现代的猫是冷血动物,其体温取决于气息地。研究泰坦去骂的科学家推断,泰坦去骂生活在气温30%到34%的环境中,毕竟今天热带雨林的平均气温27.8度要高。 爬行动物在较温暖的地区,可以积取足够的能量来维持身体的带性速率,因此体型可以长得较大。 这就是为什么生活在热带的昆虫、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的体型,比生活在温带的同种动物要大的原因。 以这个观点来看,较高的环境温度,是让蛇长成巨兽的原因。 同样,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在赛雷红发现了龟和飞鱼的体型。 都比它们现在的亲属更大,科学家对赛雷红树验化时的分析能处的结论是,当时大气里二氧化碳的含量,比今天高出50%,这导致了陆地上的高温。 如今,地球大气正被温室效应产生的二氧化碳迅速污染,全球气候变暖,如果不加以遏制,那么将会有大量的生物,因为不能适应越来越热的气候而死亡。 比如打起温热高,在某些时刻植物不能进行有效的光合作用,不能有效散热,它们就会死掉。 在太太玉环生活的时期,赛雷红地区到处都是繁茂的分林,各种动物繁荣,而和谐的生活在一起。 这是不是说,即使全球变暖也不会带来生态系统的大灾难,至少对于一部分植物来说是如此。 换言之,现在植物会不会也有同样的能力应对生态系统的改变。 研究太太巨蓝的科学家指出,如果你有上百万年的时间来适应气候变热的趋势,那么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就会容易一些。 但如果这样的变化,是在二百年内发生的,如现在都会是效应,或者是在2000年内发生的,那结果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古生物学家将再次返回赛雷红,以寻找更多的关于5800万年前,吃了附近是什么样子的证据。 当然,要倔切地还原原古的样子是很难的,那时和现在真的是太不一样了。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